有一些題目是一而再再而三 不同的議員不斷的提出 比如說最早從黃捷議員開始談這個自經區 到民進黨到甚至我一開始 我們都給他深論題 請市長來深論你所支持的自經區到底 或自貿區到底實際上內容是什麼 對高雄的產業的衝擊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回答 到我質詢的那一天 我再次的詢問同樣的問題 我把深論題改成選擇題 讓市長來選擇 他還是選不出來 那所以這也凸顯出 他其實是對高雄市政是無心的 而且就目前我們所看到高雄市長的公開行程裡面 剛剛這個博弈議員說他很忙 他都在專心市政 我在這邊真的是打一個大差 我從來史上沒有看過一個市長的公開行程這麼少的 我目前韓市長的公開行程一天大概都是一到五個以內 而且常常會臨時取消延後 然後就不去了 那他在幹嘛 真的我不知道他在忙什麼 那過去比如說我們身為民意代表 一天十幾二十個行程都是稀鬆 就是很平常的事 那過去曾經擔任過城局市長幕僚的我 我來看也是啊 市長一天十幾二十個行程是稀鬆平常的事啊 那我真的不知道我們的韓市長到底在忙什麼呢 對於我們這個高雄的包括橋頭科學園區 包括到底要推至今還是自貿區還是針對這個捷運的黃線要不要持續進行 甚至今天早上還有我們民進黨總召提出零元的捷運延伸線要評估他還在推托給中央 事實上這個都是高雄市政府八百萬的這個市長第二預備金電付款完全就可以處理的事情 你們今天這個這個民調顯示出柯文哲跟蔡英文的時候 柯文哲跟賴清德的時候會不會有棄保效應 難免啊就他現在觀察嘛 他現在柯文哲剛剛其實嘉欣有講嘛 你兩邊吵得越兇柯文哲就越高嘛 對那就看藍綠你們兩邊怎麼處理 好你比較挺賴清德我直接問你 這個數字會不會顯示出賴清德會被棄保 棄賴跑科 但是我們聽到的 你們今天這個民調被挺的人是拿來作為會棄保的一個標準 就是說反而是賴清德出來柯文哲比較會被棄掉的可能性比較大 可是這個數字顯示出 然後小英出來小英反而比較會被棄掉 因為柯文哲跟小英其實重疊性稍微高一點 我們的理解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數字是客觀數字嘛 這個數字顯示出 比如這個我講的這個是全手機 那又不一樣 那又不一樣 因為全手機 可是這個數字是顯示出 如果一旦咬得很兇的話 因為柯文哲跟韓國瑜幾乎是一樣的 那對於討厭國民黨或是討厭 但是柯文哲現在已經不算是綠的啦 不過這個我可以回答 就是說我其實大概我記得在今年一月的時候就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對 那我那時候分析是認為柯文哲會第三 那時候柯文哲民調是第一 韓國瑜還沒那麼強 對 然後那時候我這樣分析大家都不以為難 果然最近柯文哲都到第三 現在是沒有正式起跑 現在都兩邊民調都在吵 但是等兩邊民調如果不要太離譜都定位的時候 兩邊都會回到基本盤的時候 柯文哲那個又會消風啦